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亚洲节目 在最近的紧张局势中 北韩毫不留情地炸毁了连接南北韩的道路和铁路 这一挑衅行为引发了南韩的强烈谴责 究竟北韩的这一举动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政治意图 据报道 这一爆炸事件发生在双方互相威胁的背景下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似乎已经放弃了和平统一的梦想 转而将南韩视为主要敌人 南韩军方迅速做出反应 在军事分界线开火 显示出对北韩挑衅的警惕和不满 专家指出 金正恩的行为可能是出于内部政治的压力 企图转移国内经济失败的焦点 同时借此向外界展示其军事力量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加剧了南北韩的紧张关系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随着北韩核武计划的持续推进 未来的局势似乎越加难以预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令人平息的午后 朝鲜半岛的不安情势被北韩的行动再度推向新高峰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报道 北韩选择在双方互相威胁的背景下 精心策划了对南北韩为使用部分道路和铁路的爆破行动 这一举动不仅惊动了南韩政府 也令国际监队朝鲜半岛的未来充满了担忧 据说北韩的行动是因为南韩的无人机飞越了平壤 这让北韩的愤怒达到了顶峰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似乎正逐渐远离和平统一的目标 转而以激烈手段表达不满 观察人士指出金正恩不太可能发动大规模攻击 因为他更担心美国和南韩的强力反击 然而南韩对这一爆炸行动表示强烈谴责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迅速做出反应 强调军方已经在南部边界内开火 意在强化军事准备和监视姿态 这或许是一种策略 旨在防范北韩的跨境火力 同时南韩统一部也谴责北韩的爆破行为 称其为高度不正常和倒退的举措 明显违背了之前的南北韩协议 南韩军方分享的视频显示 位于西部边界的开城附近的道路 在爆炸后冒出了白色和灰色的烟雾 北韩的卡车和挖掘机正忙于清理残骸 而在东部边界的沿海道路 烟雾也同样升起 北韩这一系列爆破行动 被视作是政治上的象征 意在表达对南韩日益增长的愤怒 根据Japan Times的报道 这些爆炸行动虽未对首尔一侧造成直接损害 但确实加剧了南北韩间的紧张局势 南韩军方的警告涉及既是对北韩挑衅的回应 也是一种安抚国内民众的手段 表明政府在捍卫国家安全方面的决心 此举同时也向北韩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强调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都不会被容忍 历史上南北韩的关系一直是紧张不断 自1950年韩战以来 两国间的对立时常伴随着短暂的缓和 然而这一轮北韩的激烈行动显示 金正恩对和平统一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 专家们推测 金正恩的行为可能是其内部政治压力的外在表现 或是对外界压力的一种反击 无论其背后原因如何 这一事件无疑提醒着各界 和平的维护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 而不是一方的挑衅 CNN报道指出 北韩的爆破行动不仅是针对南北韩的铁路和公路连接 更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示 经义县和东海县的爆炸虽然并未实际影响两国分隔 但却在政治上显得尤为重要 南韩国防部分享的视频清楚地显示了爆炸后的现场情况 重型机械被快速部署 显示出北韩的行动不仅是计划中的一部分 更是其政治策略的明显反应 这一轮爆炸行动的发生 也正值北韩指责南韩无人机进行宣传活动 这让北韩的军事威胁更加激烈 随着金正恩妹妹金与正的出面指责 南韩则警告北韩 如果对其公民的安全构成威胁 北韩将面临政权的终结 这些威胁的背后 不仅是南北韩之间的政治对质 更是国际社会对于北韩核武计划的关注 过去 南北韩曾经尝试过缓和关系 尤其是在2000年代 两国重新连接了公路和铁路 这些连接主要由南韩资金建造 价值超过1.329亿美元 如今却被北韩用以展示其不妥协的立场 这样的行为被视作是金正恩试图削弱南韩 在地区和对峙中的发言权 并加强其家族在国内的统治 面对这一复杂的局势 南韩的回应显得尤为关键 尽管来自北韩的威胁依然存在 南韩必须在捍卫国家安全 与追求和平共处之间找到平衡 这场由北韩引发的危机 再次提醒着各界 唯有通过对话和合作 才能为朝鲜半岛带来真正的和平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北韩炸毁道路的行为 其实是金正恩对南韩的强硬立场的表现 这是一种外交上的策略 以此来增加北韩在地缘政治上的筹码 这样的行为 使得国际社会对北韩的注意提升 这对于北韩来说 是一种获得国际关注和谈判资本的方式 历史上 北韩一再使用这种激进的行动 来推动谈判桌上的进展 比如2006年的核试验 看到这一幕 联想到古时候的楚霸王项羽 他也是以强硬姿态来震慑对手 这种策略在国际政治中并不罕见 这种策略很可能适得其反 炸毁道路不仅没有给北韩增加实际的优势 反而会导致更严重的国际孤立和制裁 甚至可能引发军事冲突 金正恩的行为就像一个小孩在玩火 最终可能烧到自己 用这种方式获得注意力 无疑是舍本逐没 最终 北韩的经济和人民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看看历史上的例子 古时候的秦始皇虽然以强硬姿态统一六国 但他的集权和激进政策最终导致了秦朝的快速灭亡 的确 这些行动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制裁 但对于北韩来说 他们一直在制裁下生存 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应的生存策略 金正恩明白 短期的国际孤立并不会动摇他的政权 反而能够巩固其国内权力 并在必要的时候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就像明末的李自成 他虽然一度给予清朝强硬的反击 但也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内部力量 但要知道 这种行为的代价是长期的经济困境和国内的不满 这种策略可能只是一时之计 持续的国际孤立和制裁会让北韩的经济更加脆弱 而金正恩的内政压力会越来越大 毕竟内部不稳定才是政权最大的威胁 回顾历史 清朝末年的义和团运动 试图通过强硬手段排外 最终却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和更大的屈辱 北韩若不改变策略 恐怕会重蹈覆辙 然而金正恩的策略 也不能单纯看作是内政的失策 他可能打算通过这些行动来刺激某些国家 特别是美国 来重新考虑与北韩的外交接触 给予北韩一些喘息的空间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缓解国内经济压力 就像历史上的卡斯特罗 他成功地利用美国的敌对政策来凝聚国内支持 并且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盟友 这也可能是金正恩所希望的结果 即使如此 这种策略的风险依然过高 国际社会对于北韩这种行为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尤其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 任何国家的孤立意味着更大的困境 金正恩应该意识到 与其冒险挑衅 不如通过经济改革和外交谈判 来改善民生和国际地位 正如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所说的那样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只有实现国内稳定和发展才是长远之计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辩论中 两位辩手分别代表了 对金正恩的外交策略的不同观点 从而引发了对北韩行为深刻的思考 楚天书的观点 强调了金正恩采取强硬立场的必要性 他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外交策略 旨在提高北韩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楚天书提到 过去北韩曾因激进行为而获得谈判筹码 这让他们在国际关系中不至于被边缘化 然而 他的论点似乎忽视了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 和各国对北韩行为的敏感反应 不可否认 短期内的强硬策略 可能会给北韩带来一定的筹码 但这样的行为将导致国际社会对其的反感和制裁 也可能使北韩在长期内陷入更加严重的孤立 反观谢琪琪 他的立场更为理性 强调了金正恩强硬策略的风险 和可能导致的长期后果 他用历史力正说明了强硬外交的失败 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国家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密切 孤立的代价会更加沉重 谢琪琪强调 北韩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和外交谈判 而不是依赖激烈的行为来获取关注 这一观点指出了更为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总体来看 两位变手的论点都具有一定的道理 但在深度和广度上 谢琪琪的观点似乎更具说服力 楚天书虽然提出了一些历史案例 来支持他的观点 然而他未能充分考虑 当前北韩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内部挑战 谢琪琪的历史参照 不仅展示了强硬策略的短视 还突出了改革与外交的重要性 这对于北韩的长期稳定更具建设性 总结而言 金正恩的外交策略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强硬立场或许能获得短期的国际关注 但长期来看 持续的孤立和内部危机 可能会使北韩付出沉重的代价 希望未来的北韩领导者 能够借建立史经验 选择更为理性的发展路径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